点赞 投币 收藏 拉机粉 莫黄 我把那个歪歪的卖关了 我怕把歪歪卖开开了 小姐姐知道我干嘛的 不太好 知道吗 我现在要伪装自己 改装自己的身份 因为我如果用本来的身份 去面对他们呢 可能会有一些问题 知道吗 所以你们要帮我装得像一点 这个时候不要送礼物 一送礼物我还不得不谢 一谢就露馅了 懂了吧 Are you okay Thank you Thank you 好了 开始了 兄弟们 喂 老妹 你在吗 其实我是一个演员 我家开串儿店呢 那你这个店应该在 我是老板 几个大哥过来了就看一看 一般不用我出场 对对对 大哥来的时候 你出去撑下场面咋的 不用撑场面 就陪大哥喝点酒 但别人上我这吃饭不给钱 我一点招都没有 我敢悟悟喧喧 他们就催我 我一点办法没有知道吗 那像你这种亏本的话 你老婆不修吗 她说呀 天天骂我 回家家暴我 你知道什么叫家暴吗 天 我没有 哪有这样 很正常我跟你说 没办法 为了维持一个完美的家庭 你得有得失 家暴我也不敢置身 你不能这样去委屈自己 我觉得被家暴 不管说是男的还是女生的 我觉得这样都挺过分的 老婆你说我这种状态咋整的 我天天我现在就没事 找陌生的女孩子聊天 我生活中我都不敢聊 其实我身边的女孩子特别多 但我不敢跟他们聊 因为他们都欺负我 我就只能在网上 找你们这帮妹妹聊 找你们这帮妹妹聊 最起码她不会欺负我 不欺负我最起码心里 还能好受一点 反正对于生活 有很多的感悟吧可以说 确实挺过分的 那你为什么要一直忍呢 我觉得很逼啊 我不忍我咋整 我有孩子我还开个烧口店 这是我一生的心血 我从小就有个当老板的梦想 攒了二三十年前 终于当个老板了 虽然亏钱 那也挺好的嘛 对吧 你不能放弃自己的梦想 做人如果没梦想 那个嫌疑有什么分别 毛事在人 成事在天 努过力了 也不要放弃就可以了 就挺好 好 这句话我要把它写在 我的北心的签名上 好好好 就是你有什么 激励自己 文学上的东西 对对对 我们要努力 我们要策划 我们要积极做 就是之前需要做的事情 需要多思考 那就是我的ID 就是数字嘛 然后好像在那个 过渡词里面就显得不搭 那你觉得有没有什么办法 你再说一遍那数字 文四九二零五九六二 四九二零五九六二 这样妹妹啊 你 你再给我唱一段 你给我三到五分钟时间 我把词给你想好 好吧 你给我唱这样我有点点子 好吧 我给你发了啊 你看你这个说唱能不能说起来 你要把最后那个字发成儿化眼圈 好的 那我今天晚上如果把这一段编出来了 你晚上能来听吗 对我一定会来 是的 一定会来是吧 对 希望现在可以不要再放儿 因为快乐将会装进你的口袋 四九二零五九六二 每天收场一段接着一段 风里玉璃的你这里不要乱穿 四九二零五九六二 好 好